辣妈李香 她闻到,爱自己,并配上一张得意的自拍照,素颜的李香,很显然比化妆后差远了,然而这不是重点,重点她还是一如既盲的胖,包子脸上,全是季度膨胀的脂肪,那胖胳膊更是尽险女汉死的韵味,虽然与贾琳相比有些差距,但是假如她们二人要搬手万塞利器,贾琳未必能迎霸气的李香,娱乐圈的女性往往都已伤害了。 她为美,就连胖了42年代S,今年她也减肥了,特别最近热唱燃烧我的卡路里,更是全民崇尚减肥美,可是咱来看看李香,她很显然,并不为所动,却是依然坚持糖潮女人,胖的美的观念,始终保持我胖我快乐的心态,这些年不论网友如何黑怕胖,个性火爆的李香,一直我行我素,如此性情的李香, 难道不比圈里那些虚伪的明星更真实吗?近几年,越来越胖的李香,也许会让自己更好看些,仿佛大鹏戴眼镜被美的妙招,深深的影响她。 每次李香出现,她都戴着一副新眼镜,今天,李香戴的这款眼镜,可谓是她的最爱,也是她第二次带她出镜。 上次六一,李香半忙装可爱,就是因为她才不同反响,据说,眼镜扣李香,购买一大堆眼镜,再加上女儿王时林的多款眼镜,几乎能接近一家小眼镜店的存货量。 此次,李香微博发文,这引起不少网友的兴趣,有不少爱豆本想和她互动一下,表达些李爱慕之情,可是当打开留言区,没想到本博文用户设置,不支持评论,这不免让许多人失望。 纵观李香每条微博,她几乎甚至都不允许评论,其实,李香这样做也是无奈之举,因为招黑体她不论发表啥,都会招来批评,骂声,所以她干脆禁言评论,以此不让自己心情受影响,运营人员,李小宁。